Hello大家好 2023国际成都车展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五号馆 先来去看一看奇瑞集团的展台 这一次整个奇瑞集团展台 是四个品牌共同来去组建 从左边是截图 然后中间是作为奇瑞的一个主品牌 然后在右边还会有星途 以及他们的新元品牌i-car 这四个品牌中 我们先从最主要的奇瑞主品牌来去讲 这一次其中上市最重要的一款新车 就是我旁边的这一台全新一代的瑞虎7plus冠军版 就像是此前比亚迪的车型一样 它这一次在命名上也用了冠军版车型 黄老人你对这台车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吗 这个车它主要是主打一个谁 从竞争队手上来讲 其实首先是在价位层面 它是从9.99万到11.99万元 性价比层面它主打就是一个10万级SUV 相对比较主流的一个价格区间 其实奇瑞在技术积累方面一直在国产品牌里边 算是有一定历史沉淀的 现在市场表现一直以来 可能这两年它不算是最主流的那几个品牌之一 瑞虎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也算是很多中国家庭的第一台车瑞虎 在这个瑞虎7plus 我们现在竟然10万左右的价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 在同级别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优势 其实我觉得首先先去看整台车的外观 它没有什么太多很奇怪的设计 我觉得它是很符合大多数人 国人我们一个审美的需求 而且就像王尔刚才提到说 它的技术的沉淀奇瑞 我觉得它主要是在发动机 包括变速箱 包括底盘这些很硬件 很机械方面 确实是做的非常不错 像这台车就会有1.5T和1.6T两种动力规格 然后也会有像CVT变速箱及7速双离合的变速箱的版本 整个一个选择还是很丰富的 你觉得这台车外观或者说整个动力表现 12块钱左右的自主主SUV 我觉得外观它主要是要做到一个坚固性 太年轻或者太张扬 或者太过于沉稳的都不太好 而且现在整个年轻化的大趋势之下 像以前老H6那种四平八稳的 好像也不太能够打动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级别的自主SUV 你大概能够看得出来 它在尽可能满足更多人能够接受的审美的条件之下 年轻化一点 红的这些线条 包括中央的记忆格栅 包括这种灰色的颜色 其实拿捏的还是OK 这个7的质感在灯光下边看起来还可以 里面会有一些金属粉那种感觉 那好好跟咱们俩聊了这么多外观 包括技术层面 不知道小刚还有小波老师 你们会对这种10万级的SUV更在意或者看这种事 其实刚才我听两位老师讲完之后 我觉得就最大一个感受 我对现在的国产车就很喜欢做大 然后做的特别的大 然后这个的话 因为咱俩我和俊刚 咱们俩身上要小一些 所以你们肯定就很适合这样的车 因为我们站在他面前 所以显得他大是吗 对 所以让我们俩现在就觉得 这个空间其实不是特别的重要 您在前排我在后排感受一下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车里面到底怎么样 它这个配色扑面而来的有一种豪中之豪 我感觉虽然不太符合它这个价格的定位 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内衫 你还不喜欢 我只有一个点怎么讲的 就是它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某迪的那种水晶的 水晶挡巴是凸显那种质感的感觉 它其实没有问题 而且从座椅的你看后脑勺 有点那种跑车的那种座椅的感觉 包裹杆还是很强的 然后算是这个十万价位里面 我觉得它的座椅确实算是比较舒服的 这会儿拉的确实比较高了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色 就我们的摄像老师一定要派一下的 你看它这个挡巴中间 它有一个就很有个性化 我不是很喜欢它的内饰的 主要是这一块大连皮 怎么说 很多的车都用这样的一块连皮 是我不是很喜欢 比如说像现在的新款的包裹 但它还好 也是这样 它没有做到你的副驾驶都还有 这个我觉得可以了 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我个人来讲 就可能也是代表很多传统的车主的一个 我不知道正在看直播的 你们是怎么想的 您看 我们看一下前面 实体操控的按键 感觉有又感觉没有 就是可能算是一个升级 但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我摸到了 好像又没摸到 我不知道 因为它可能开起来 有没有这种反馈 所以我觉得还是 我个人是比较偏好 像方向盘这个都保留的比较好的 摸得到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摸到 我就感受一下 我得如果它亮着 或者说它给我一个回馈 我按了以后 它有 那种感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点 个人的理解 个人的理解 对 就像我一样 我也不是很喜欢 就是现在很多的新能源的车 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一些功能 都集中在中风屏上 但是你别忘了 就没有实体按键 咱们这次主题叫做 预见未来 这就代表着未来 但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我更喜欢就是 你可以把那个按键给我放出来 但说实话 咱们俩进来的目的是什么 要看看它的空间 对不对 空间确实很大 对 确实还是可以 之后我坐在前面的时候 我觉得很舒服 我们俩这个算是中型的体格 中型 我本来想说小型的 紧凑型 紧凑型 看我的后排 整个的三拳完全是有 我是1米72的一个身高 虽然不太高 不该报报身高 你不应该报出来 你不应该报出来 但是我代表的肯定有很大一部分 所以一定程度上它瞄准的是 就是我们工薪阶层的 这个上班 比如说刚刚上班一两年 手头有一个 可能到10万左右 完全是可以很好的选择 那咱们接着去看一看 这台星途遥光的飞鱼版 哈喽兄弟们 2.23成都之展 我们现在来到了星途的展台 看一看我旁边这台 星途遥光飞鱼版 之前黄老师对星途遥光这款车 有什么了解 略有耳闻了解不多 听说这是奇瑞准备向上走的一个产品 没错 星途品牌的确是奇瑞偏向高端化的产品 而遥光也是一个比较走量的产品 所以它在整个本身 发动机压运动箱 包括整个内饰的用料 等等这些方面 确实会更加的精细化一些 但是其实之前的星途遥光 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槽点 比如说奇瑞家最亮眼的 就是目前CDC的电磁悬挂系统 的确还是很棒的 但是之前在遥光上 那套配置 它只出现在了四驱版的车型上 所以这一次在乘渡车展上 他们就全新推出了飞鱼版的车型 把CDC的悬挂下放到了两驱版的车型 意思就是大家买车 就是甭留遗憾呗 预算我不需要四驱 或者我预算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我又想要这个CDC 那怎么着 飞鱼版就来了 那这台车目前它的起步价 就变成了16.78万元 比之前要来的更低一点 所以整台车我觉得在性价比方面 要来的更好一些 而且我看这个车的动力规格 有260多 没错 就是奇瑞家的整个发动机线 参数调的都还是比较棒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一次飞鱼版又提供了爱信8AT的一个版本 所以你知道其实国人对于AT变异箱 会比之前的他用的7速双离合变异箱 要来的更好一些 很多人听到7速双离合 或者双离合这三个字 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其实双离合它是一个大类了 它具体要形化具体具体 形化具体分析 但是很多时候就因为双离合这三个字 职业一票口决掉 没错 现在有个8AT 其实奇瑞它本身就是整车终身至宝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还是为了满足消费者 更多元化的一种需求 或者说更高的一个期待 现在爱信的8AT也有了 那我们把话筒交给他们 忙着呢 在里边看着呢 又进来了 其实有点后悔 怎么刚才不好小心 报了我的身高 就进来的时候越进越大 这我就做的主驾驶 你看你看一下 感觉是个小孩一样在开这个车 说明奇瑞是越做得越来越高端大气了 它确实内部空间很大 但现在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内饰和刚才咱们看到那台车的话 差别就不是很大了 对家族式的那种感觉 从配色来看 就是这种感觉 但头整有一些区别 头整的主打是 还有就是这个 你看像这儿的出风口和一些调节的 它就变成这种旋钮式的了 这个就是弥补了我刚才所说的那种 也不叫缺憾吧 就是个人的一些 长在我的心眼上了 闭着眼睛 开车肯定不能闭着眼睛 但是自己能摸到 对 一调频FM101.7 漂亮 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很方便一些了 这是和其他的机会车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呢 暗箱啊 能装 说说 但这里边 这是冰箱吗 什么的 这肯定不是冰箱 就是一个储物格 这个如果是个冰箱 有这东西 我感觉 肯定不是冰箱 就是一个储物格 但是我感觉到哪一块来着 非凡还是谁啊 理想啊 我在这儿要放个冰箱 然后像下面 我建议 对 然后像下面 其实也可以装一些东西 就这个下面 它还有一个空间 可以装一些 放包嘛 比如放一下包呀 还是比较方便的 现在也很多车都喜欢用这样的一个 充电的 对 这个地方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有一点太爱事了 你知道吗 就中间这一坨 你说这个 对 主打就是高端嘛 不方便 手方 我这个身高 我觉得放起来非常舒服 方便 你万一和副驾的 你打个招呼的 你方便吗 就不方便了呀 我凭什么要用这个角度打招呼 你单身吧 你在说什么 但是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充电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设置到非常很走心的 好多充电的 它直接摆这儿 就是有个什么 就你车如果开的比较晃的话 它就会到处乱动 它飘 刹车会 它就进去了 那这儿 刹车进不去 它还在这儿 保得很好 这第一点 动力上来讲 第二点就是 太阳照过来的时候 像现在强光进来了 我的手机 就很烫 很烫 我不敢拿 但是放这儿 遮住了 这个我觉得要点个赞的 说不定你看摸一下下面 还有没有出风口 它给你吹点风出 没有 我这款车确实 比刚才好像要贵一点 要贵 所以它贵的话 其实后排你还可以看出来 它贵的地方 还是有道理的 我们简单跟大家体会到这儿 像这个后排 它其实你可以看到 后排它有一个座椅的调节 说实话 在十多万级别这个车里面 有带这个后排座椅调节功能的车 是真的很少很少的 但它可以调节一个前后的抚养 不能够填一个前后 其实你看坐在这儿其实还比较明显的 这个角度还是可以动的不少的 后排座椅是放倒的 也可以 对 它这个后备箱我们就 赶时间 后备箱就不看了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好吧 但这款车星图遥光 飞鱼版 价格多不了多少 如果是预算充足的话 我觉得倒是可以充 完全是可以选择的 定位稍微高端一丢丢 但是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主打高端到哪去 但是尤其是中控那个设计 我觉得是花了心思的 完全在我的点上 尤其像我们开了几年车的话 因为自己用的场景比较多 完全是值得给大家推荐 好吧 我们现在去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型 我觉得这台车它但凡要是早出来一会儿 什么哈佛坦克的日子肯定没有现在好多 硬 看起来就很硬 这台截图旅行者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3月份就开始亮相了 但是一直吊着大家胃口 到如今成都车展才是开始预售 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参加截图的活动 当时就有一个这个车的剪影图 其实这个车已经运练了很久了 然后这台车目前它的一个预售价 是从14.09万起 所以还是一个主打于清越野 或者说这种旅行生活方式的一台车型 那可能之前偏坦克 或者说这一次哈佛也是有什么猛龙 包括坦克的400 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做这种偏 硬派偏越野的车型 就是大家要的是我看起来很阳干 很野性很硬派 但同时我主要沉里边驶 对 我开起来也舒服一点 我不用非得承载车身我三把锁 这车14万多起入门是一个1.5T 到差不多16万左右 有2.0T的配置就可以选了 所以说它其实并没有比这个价位 以前传统的城市由SUV贵很多 它看起来虽然很硬 它的整个定位就很曲巧 而且黄老师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台车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在于它的整个尾部 首先造型上 你看着像不像某一款车型 很多车最近都像那个 我觉得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截图小卫视的感觉 尤其是在后窗这部分 切线下来非常的笔直 特别的硬朗 又配备了一个小书包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它学到了卫视的精髓 不仅造型很像 而且你知道卫视它的侧开的门 这种方式其实很棒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关的时候 如果在户外的话 那蹦一下撞 那肯定很多土 它把这个电锡门居然也给夹上了 哎呦 这一点真的是没想到 这是个细节 这是个细节 走咱们再去车内看看 走 坐到车内 我觉得整个内饰的风格也是非常的硬派 尤其是你看你前面这块 也有一个扶手 包括出路空间 初代卡验上就有这东西 是 你看这块它也有四驱系统的 一个调节的旋钮 那我觉得走一些拉的路是没有问题的 哎你别说这个车我坐进来 我才发现它的绝对尺寸 其实还可以 对 但是它坐进来的空间 比它的尺寸感觉要大 你比如我坐这前边很宽裕的情况下 我1米94 后排的同时还有两圈的空间 不是很多车能有这个空间 没错 因为我觉得它主要是因为造型是这种方方正正的 特别把这个空间给做到了最大化的利用 然后除了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越野的东西 它整个屏幕也是很大 包括说它也用上了855的芯片 所以在这种智能化的东西上 我觉得这台车它也没有落下 相对来说我觉得性价比确实还是挺棒的 对于那些喜欢户外 喜欢露营喜欢越野的朋友 那这台车作为一个青越野的产品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而且还能够去兼顾城市使用 哈喽兄弟们成都车长 继续带大家逛奇瑞的展台 那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奇瑞的整个产品 偏向于这种越野及户外的车型还是挺多的 尤其是我旁边这台探索06 那之前本来就是一个青越野轻户外的产品 那这一次呢 他们又推出了这个秘境骑士版的车型 可以看作是一个官方改装版 官方改装版上路不会抓 没错个性又合规 你觉得这个外观怎么样 这个车是这样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不贵 这个车普通版本起价也就11万多 然后也就13万多就是顶配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之下 它也用了奇瑞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 1.6T的一个动力总成 不贵的价格具有野心的外观 然后呢开起来还不错的 不管是经济性的还是城市行驶的舒适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奇瑞造SUV它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让你看起来哎满意 不是开起来呢 也适合一个日常代步的行驶 没错 尤其是其实这一次在外观的整个改动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前脸他给加了一些进气的孔啊 包括这种拖拽的点燃位 包括这种前面的照明灯 很战斗的 没错 起码这种气氛感拿捏的还是很棒的 对哎 你看这个车啊表面上能做的都坐镜了 没错 小小梯子然后上面这种行李架的装饰 不是哦这个它是踩在这儿 踩在这儿轮胎上从这上去 所以在整个运动感的这种氛围营造上 我觉得是有点东西的 拿捏的很足 拿捏的很足 而且我们到车尾来看车尾也有脱钩 而且这个脱钩的位置它属于是非常的明显 没错 你不管用不用吧 反正看上去你就当自己装饰也挺好